我這個已經開刀開了太多次 我不是沒有辦法挖鼻子的 今天現在來到高雄來加美學形象 那我今天就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可以跟徐醫師來諮詢 然後呢我也是因為經過很多朋友的推薦 都覺得徐醫師呢真的是技術高明 而且呢也是重建鼻子的一個很厲害的醫生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要進行這個鼻子的修復 因為我已經經歷了六次的失敗 真的超誇張 我紫薰真的失敗 而且我剛剛還去稍微拜拜的時候才過來 你知道這鼻子真的耗之百萬的 就是一條那個小超跑在我鼻子上的 六次將近花了兩三百萬在做修復 那這一次呢徐醫師也真的就是大法之悲要來拯救我 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側面真的鼻子很軟縮 而且呢都變得很短 我對主要就是鼻孔大小不對稱 每次都會刷明痠 所以我鼻子的心真的很失敗 就是失敗最常要的徐醫師啊 所以我今天呢就是希望可以呢 浴火混狂可以呢變得更漂亮 徐醫師我一般我鼻子已經做了五次 他想要做五次三個一生 五次失敗 然後呢現在就想要改善呼吸 現在整個鼻孔有軟縮的狀況 然後鼻頭整個也比較短 那今天在台灣被三個醫生開過 然後曾經也去韓國都過手術 韓國其實也是蠻有名的醫生 那只是說後來結果就還沒有很好 所以這一次我會用 因為你的手術比較複雜 我們會拿自體熱軟骨 幫他鼻梁加高 然後鼻中隔整個要重建 然後鼻頭延長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他鼻孔有軟縮的狀況 我就會再拿一些 鵝軟骨帶一些皮膚 這個叫複合移植物 去把你的鼻孔整個把它拉下來 讓整個那個鼻型更好看一點點 哇那這樣子 手術時間會拉多長 喔手術時間可能大概要四到五個小時 因為你這個會比較複雜的手術 其實就是說我們醫生會慢慢幫你做 整個把你做好 不過剛做好完還是會一段時間的修復期 這樣子 那術號有什麼不能建議嗎 醫症型的手術都會建議說 我們如果清潔鼻子啊 或者要用盡量無菌的一些 濃化棒或是生理實驗水 然後我知道有蠻多手術的朋友 其實都有抽菸 其實抽菸對鼻子的影響是最大 因為抽菸會讓你鼻子的血液循環不好 會第一個傷口癒合比較不好 那第二個發炎的機會也會比較上升 醫師為什麼我失敗率這麼高 做了歷經三個醫生五次失敗 有個整形預言才是嗎 而且耗之百萬耶 所以才透過續戰友的意思上 我們這次一定會幫你整個做好 當然其實就變成每個醫生的手法就是不太一樣 當然前面醫生沒有做好的 我們會盡全力幫你整個把它修復 讓你得到一個比較立體完美的鼻型 舊話都學一隻了 老鼻子的鼻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愛脫得讓我再生 重生 這次真的一副死的決心 有 你的鼻子其實算高難度啦 不過我會盡全力幫你做好 很大喔 非常高難度 對啊已經做過六次了 然後整個鼻子又軟縮了 而且你也曾經開過肋鑽骨對不對 對啊 今天開過兩邊的耳鑽骨 然後肢體肋鑽骨也拿過 然後臀部的筋膜也拿過了 就身上已經就是 沒有材料了 傷痕累累喔這樣講 我們這次一定會把它做好 傷痕累累 好 大家期待許醫師的作品 好 謝謝 謝謝 Sherry你現在還好嗎 我覺得心情好沈重 隔天緊張還怎麼辦 我們經歷了六次的失敗 六次 我們要一起加油 我們一來成隊 好我們一起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一定會成功的 加油 Let's go Let's go 我真的覺得等一下 SR被比較出來了 喔好開心喔 我們的美變是不是 沒有錯 幫你點頭 好開心喔 怎麼辦 這樣子 我跟小明會不會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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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還有卸洗的服務欸 對啊 我覺得好棒喔 因為平常的一般的整件座 臉部整型的話 他們都要自己卸 連指甲都自己卸 然後還有卸洗 對 好細心喔 請問一下許醫師什麼星座 因為Sherry有點 星座 妳是很喜歡中星座 許醫師應該是天秤座 真的嗎 對 天秤座耶 天秤座神美觀都很高 對不對 沒有錯 千萬找星座 或找那種藍洋洋的星座 例如虎牙跟射手啊 這種太衝動的 這樣會不會得罪人 就太衝動的黑白虎有沒有 就隨便指令有沒有 打個結交 好嚇到 可以了 所以要調醫師 要先從星座開始調 對 我覺得那星座很重要 因為他們有天生的那種神美 所以就會幫妳做出那種獨一無二的鼻子 適合妳自己不管 對 而且是量身定座喔 沒錯 並不是像到韓國都是L1 中國是看出來的 找醫生 要找許醫生 所以現在事情如何 現在覺得很緊張 而且我覺得好冷喔 而且我覺得好冷喔 因為要無菌的話靜下來對不對 沒有錯喔 怎麼辦 今天六次手術以後緊張喔 我們剛剛說 我一定要打造一個明星秘 要委託我們的 許醫師 把他保護向您搶過來 宣病啦 宣病 那我們等一下就跟許醫師來聊一下 等一下要進行的手術 有哪些呢 好 有請許醫師 許醫師來聊 許醫師好 許醫師好 我們等一下要準備開始手術了喔 那我會先做一些記號 比如說我們鼻子 鼻樑的起點 然後你鼻頭的長度 還有你的人中 還有你鼻翼的位置 大概我們先做一下一些記號 那等一下喔 就看你皮膚的柔軟度 所以我們會盡量幫你把它往前拉 讓你整個臉型再立體一點點這樣子 我家皮膚很緊嗎 對啊 那一般我們會先把你的八痕把它 把它先稍微鬆解開 然後用整個肢體六彎骨 幫你整個鼻子的骨架重新建立 再開一次肋骨 對阿 因為之前已經開過一次肋骨 但是沒有開好肋骨 這次可能還要再拿另外一邊的肋骨 天阿 有沒有人開肋骨開兩邊 對稱的 有啦 其實我還曾經幫人家拿過兩邊 拿第三根的都有 真的假的 因為有一些真的在給其他人做肋軟骨做不好的 我們還是必須拿肋軟骨來重修 天阿 好多一樣跟我一樣的受害者耶 他還是找許醫師 我們倆做鼻子 一次一步到位 不用花那麼多元往前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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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